诸佛如来 透过因地的修行 而有果地上的不思义业用 为了去度化众生 他可以献千百亿化身 或者是圆满报身 当然不是佛有分别 都是来自于众生的根气不同 为了方便度化成就 所以所限的用就有所不同 我们谈完了千百亿的硬化身 接着我们来进入到 所谓的圆满报身 二者 依于夜市 为诸菩萨从出发意 乃至菩萨就近地 心所见者名为报身 出发意就是出发心 在出注以后 出注我们定位为虚头还果 旧近地 谈的就是实地的等觉 如果是52个位次 它就是11地 在这个是实地 还是11地的位次的定义上面 前占们不需要去执着 因为在修行的果位的一个历阶上面 它本来分别就各个中门都有所不同的 但是它所含的内在的这个位阶 必须具有的修养是一样的 心所见者名为报身 所以由此可见 这个圆满报身 它不单单是接引 登地以上菩萨的人 他也会方便接引三贤位的人 因为进入到出注 就是已经进入到三贤位了 我们过去都是在讲 对登地以上的菩萨 显圆满报身 可是这个经文 他也刻意的提到了 在三贤位的人 如果他的根气力 他在因地修的时候 火候不到那个位次 然而智慧的一个开发 对于义里的探讨 他已经明白了万法为心所见的人 这就是里有顿悟的这个区块里面 有人道理明白了 那么他也有机会去见到 佛的圆满报身的一个视线 这个圆满报身的报就是受报 因地修百恨 果上成一项了 是万德庄严的 那夜市呢 我们在前面的经文就读过了 从第七试的相续式 智式 现式 转式 夜式 他谈的就是阿赖爷的 这个后二戏 还有包括我们的第七试 这边后学就不再去多说了 所以道身是由平等自现的 我们在读六组谈经 不是有讲转这个四智为三身吗 圆满报身是进化了这个第七试 他转那个所谓的第七试的一个分别执着为平等性质 他所显现的一个智慧身 那报身是有相可见的 那因为报身是透过清净法身所起的一个大用 所以我们在讲清净法身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说他是有色或者是无色 如果你说他有色本体离相 何来色相可言 如果你说他无色 那随清净法身 他随缘起的用 他是有相可见的 所以就我们清净本体而言 说有说无都是不对的 那三贤位的人 还有登地以上的菩萨 他们虽然都能够同见圆满报身 但是也要依着个人修为的高低 他所见的佛身相貌的美好 还是有差别的 地前的菩萨也就是三贤位 他见的是少分 是初相 就像我们在解转伦圣王也有佛的三十二相 但是他不如佛的三十二相的清晰还有完美 那为什么地前菩萨只能见些许的如来报身 因为他们是道理悟到那个地方 但是后续的公横火候不到 尚未清正 所以你也不要小看了 现在透过研究经典 所带来意理的一个清晰 他与你未来身在修行的路上 也可以因为这一生道理的一个通达 你将来可以跳脱二圣行者 就先见佛的圆满报身 见佛的圆满报身 不是要大家着相的一个美好我才见 而是代表圆满报身的一个视线 他所谈的意理就更为的一个维系了 然后登地的菩萨 初地所见跟二地不同 严格来讲随着修为高低 地地所见都有不同 所以身有无量色 色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 这是谈圆满报身的一个正报 那无量色 无量相 无量好 都是为了方便接引 有缘众生 你法相庄严 别人很乐于亲近 像我最近在我们戴德佛堂 看到年轻的在台上讲经说法 譬如后学看到了 艳芬讲师 首人讲师 就觉得那个法相特别庄严 那个庄严的法相 会让台下人起那个欣喜之心 就乐于与你亲近 那亲近才可以文法 才愿意坐在台下静静听法 如果不听法就不能得解脱 这是第一个 为什么要献这么无量相 无量色 无量好 它是为了方便接引众生 第二个 所有所献的外在的种种相 它表示它因地曾经修到那个地方 它是代表果得的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相 我有起亲近之心 我也会起一个取法之心 见贤而思其亚 所依所住依果 亦有无量种种庄严 这是谈的圆满报生的依报土 所以正报依报合而为依 那个叫做圆满报生 那依报是随着正报转 我们在因地 我们相貌的一个庄严与否 或者我们外在条件的具足与否 别人乐不乐意与我亲近 各位前写 它也是一切法重新享生 也是你累结基修下来 眼前所见的一个果报 所以长得美的不要太骄傲了 也不过就是眼前的一个偶和的因缘 还不是究竟的一个结果 那长得不好的也不用太自怨自叹 我们如果发心努力 来生也有庄严的法相 可以显著于外 去接引有缘众生的 所以随所视线 及无有边 不可穷尽 离分其向 圆满报生所视线的 是因为这些三贤位 或者地上菩萨 已经通达万法为心所现 心外无一法可求 所以他就跟凡夫帝 还有二圣所正的 罗汉人所见的有所不同 那些是以为向在外 近在外 他就会起种种分别的 所以心线 我们所有的一切 言行 举止 视听 言动 各位前贤 你是藏不住的 它都代表我们内在的修为 所以太上感应篇里面 老子也讲一句话 那个心性比列的人 常言人非 不见人好啊 所以如果我们常去思维 别人的一个缺失 我们常觉得这一个人 难以去忍受 他也隐含的回过头来 反射到你我的心境 他不够清静啊 他不够美好啊 他也显现了 我们的一个什么 心量的一个狭隘嘛 你才会有如此的 种种多的一个分别 分歧就是一个差异啊 随其所应 常能住持 不悔不失 那佛的一个果报 他既是三大阿森奇节 灭亡显真而有 真体不灭 所以他所住的一报世界就不灭 他不是将来我们这个地球居住的环境 在遇到大三灾水火风的袭击之后 三界28天除了第4天的兜率 在陀天他不动以外其他都被毁灭了 那佛的果位是自己真修实练出来的 所以真不变 他外面的一报世界他也不变 这个叫做常能住持 不悔不失 他不是你外在任何一股力量 可以把他剥夺掉的 这就如同老子在道德经里面 不是这样吗 你要见一切得的时候 要从你面见得 陪德啊 德在内别人抢不走啊 而外面的善功的时候 世行他会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啊 你捐五块他捐十块 别人高过于你 所以不要在外向上去做比较 而要问自己那一面施舍的心 是不是来自于自己的真心 若是真心就不落分别对待 所以法华经讲啊 这是佛陀说的 我见诸众生莫在于苦海 故不为献身 立其身可养 众生在六道苦海里面沉沦 佛陀不献身的原因 就是要显现出佛法 还有佛身的可贵啊 我们不容易得到的东西 我们得到以后会万分的珍惜 所以因其心恋慕 乃出为说法 所以众生渴望得到佛法的心 越来越迫切 因缘济会 佛陀就现身 就为他去讲经说法 所以我始与众生 常在此不灭 以方便利固 现有灭不灭 佛际证悟了 何来灭与不灭之说 何来入虐或者不入虐 在这个国度南沿佛国里面 他的硬化身不见 硬化身就是他的 西达多太子所成就的 那一个色身不见了 但是他的清净法身 常在啊 别的国家 别的净土有需求 佛也会去那个地方 去度化有缘众生 所以何来的灭与不灭而言 所以如果有众生 恭敬信乐者 我父于彼中 为说无上法 如等不闻此 但为我灭度 但是我们智慧不够 我们没有天眼通 我们见不到 我们也听不到 我们就认为 佛陀入灭了 接着又讲 神通力如是 于阿森奇节 常在灵鹫山 及鱼珠住处 这个神通力 就是佛的智慧的 一个开展 他不生他不灭 那体常在 用旧常在 所以我们曾经读过 古德的一个传记里面 我忘记是哪一位高僧大德 他就讲了 他在用功的时候 经见到自己依然坐在灵鹫山上 听闻佛陀的灵山法会 何曾有灭 所以众生见捷尽 大火所烧时 我此土安宁 所以众生因为 心念不正 所感召的五多恶事 在天灾人祸贫降之时 这个地球有一天 终究会被我们耗损殆尽 纵然如此 三界之内也进入到 另外一个循环 二十八天都不在了 佛的依报世界 依然稳弱泰山 闻风不动 所以众生如果 念佛 佛则为之常住 注意这个念字 叫我们念之再之 心不离佛 不要自己在旁边 再加一个口头 用嘴巴再念佛 佛陀从来没有 叫我们用嘴巴念佛 叫我们用那一颗真心去念佛的 所以我们 义佛之心不够热切 我们念佛之心不够 干净 所以我们看到 佛陀 有时离我们而去 所以功过在机 不在于佛 那是你我的根性而言 所以如月于气 不显现着 油气破骨 我们这一个气 不是好的法器 我们的心念不干净 我们心愿意马 就如同 本来是千江油水千江月 可是我们这一个容器破损了 月就不能显现于外了 所以古德教我们 你要怎么样让自己 在义佛念佛 佛为我们常住 很简单的一件事 就是若能一笔 念是美色之心 而念无相者 则尽道义 一开始就跟各位前贤讲 我们不了解 我们周遭的一切 它是一个因缘 偶合之境而已 我们就迫切地要去追求 要我们加班 三天三夜不睡觉 我们不觉得疲惫 可是要我们去佛堂 听两堂课 时间太远 距离太远 时间太长 我体力不支 早期我在道场里面 我也曾经听闻过这些话 如果一谈到前的时候 两个眼睛就发光了 所以各位前贤 我们能够 异就是转 转这个贪恋世俗之境的人心 能够时时刻刻 念无相就是 诚心保守你我的道性 那么则尽道义 这个叫做虚于不离道 所以可惜的是 未见浩德如浩色者也 被宰 这个浩色不见得只有 男女的情爱 男女的美色 包括一切你所贪求的 物质的东西都涵盖在内 所以浩德如浩色 我们就成功了 那浩色永远 大于追求道德的一个成就呢 那也只好站在原地踏步 白白错过这一次 大道应运的良辰佳琪 被如是功德 皆因朱波 波罗蜜等 无漏行薰 及不思议薰之所成就 具足无量乐相 故说为报神 这边又再一次的提及 报圆满报身真正的意涵 这个如是功德 谈到了正报的无量相 无量好 无量的庄严 还有依报世界的一个庄严 美好之相 那这些的成就是来自于哪里 都是在因地累劫 修六度 无漏 无漏就是你不住就无漏 你不住相 你就不会带来烦恼 有漏的是福报 无漏的是功德 都是因地在修 利己利人之事的时候 你精进不懈怠 从我的真如智慧 起的一个内训 真如里面 本来具足三藏十二波经 透过现在的三步离 我把那个本来有的给唤醒了 唤醒以后 他二六时中在不断地自转法轮 这个叫做内训 而这个内训的火候的高低 来自于你透过外面的三步离 那个道理你明白了多少 你落实了多少 你知而不能行 自信没有行 你知行合而为一了 自信当家做主了 他那个力量就不可思议 所以内训积修不可以离开了 精进两个字 所以又为凡夫所见的 是其出色 凡夫还有二圣行者所见的 千百亿化身是出色 所以每一个人修为的高低 佛所现的硬化身就有所不同 所以有一句话叫做 随其心境则佛土境 这一方面来讲 是谈你内在的修为 我的心干俊于佛 是看我的扫尘除够的功夫 用的身或者是钱 那另外一个意思 我们对于佛的道理的一个体悟 对于我们所见的诸佛相貌的庄严美好 他也跟我们在因地修行的 修为的高低有直接的关系 而非是诸佛如来 有任何的偏思 所以随于六道各见不同 那众生要见佛 那佛要给众生见 他所现的身必然要跟众生同类 他们才会觉得感同身受 很像我们在四色法里面讲的同四色 我跟你站在同一个位置 我就能够了解你所处的一切境 你对于我也会有一个什么 一个相同的感受 所以佛在入处道里面度化众生 到余族视线大于亡生 到入族他视线路亡生 到侯族视线侯生 这个都叫做随于六道各见不同 那阿罗汉道佛就不接引吗 阿罗汉是天道 不是阿罗汉 这个修罗道 修罗道的众生 都是在因地走修行路的人 脾气毛病太大了 助功得像了 所以老气横丘了 不可一世了 最后就转到修罗道去想天福 他总是也胜过凡夫 还有三恶道的众生 他有学好之心 只是学得不够彻底 那佛当然也不会舍弃他 那你我将来要成为佛菩萨的一份子 各位前线 这个悲心也不可以不同于佛 换句话说 你也要常常去思议道 哪一些人都是你要去接引的对象 都是你要接引的对象 所以在面对那一道众生的时候 都不要口出恶言 所以种种异类 非受乐相 故说为应生 这个应是感应 报生是受报 感应就是 众生有感 佛菩萨则有应 所以众生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思维 佛菩萨就顺着他的思维 去显现那个身去接引他的 这个叫做师之道合 那你献这个触道身 或者献这个修罗身去接引的时候 他都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都不是出世相 都是六道轮回 所以他不是一个可乐 就跟圆满报生的 无量相 无量好 无量庄严 就截然有所不同了 所以这个非所乐 是指他所视线的硬化身 有一部分 他不是可乐相 那如果对应阿罗汉的二圣行者 或者辟之佛 那已经跳出了 所谓的六道轮回 解决分断生死 那又是另外一个 一个所谓的这个说法 当然那个也是乐了 可是他的乐不是就近乐 他还不够圆满 未达于无云涅槃 那相较于六道的众生 那就截然不同 所以这边标榜的是凡夫 各位前行者要注意哦 这段经文谈的是凡夫 凡夫所见的硬化身的像 非瘦乐像 因为他不是出世相 那二圣行者 他所见的就不一样了 他就是出世相 那在念佛记里面 他有一句话 是这样说的 佛在世时我沉沦 佛灭度后我出生 忏悔此身多业障 不见如来金色身 那各位前贤 你了解这一句念佛记的由来吗 这是过去我在道场上 跟前贤们分享意理的时候 再讲一个故事 然后从那个故事里面出来 佛陀在世的时候 释迦族里面有五百的子弟 他们也想跟着佛陀去出家修行 但是累积的业障太重了 阿难尊者看得佛陀的相貌美好 所以他发心出家了 可是这五百个人业障很重啊 他看不到佛陀的金色光明身 他看到的佛陀就是一片的灰黑啊 好像探人 探人就是我们讲的木探 木探是黑的 那这五百个弟子 他发心出家以后 在僧团里面 不能够像其他的出家众一样 见到如来的金身 他们觉得很痛苦 他们觉得很难过 于是佛陀就安慰他们 也为他们解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果报 这个就很像今天我们进入到道场 你看佛陀在释现佛身的时候 他为什么不轻易 因为太轻易的时候 我们就清见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我们求道太简单了 所以在讲道的尊贵 道的殊胜 讲修道的美好的时候 有一部分人 他就嗤之以鼻 他不认同 哪里有那么了不起 我还是靠我的朋友 千求拜万 千祈求万拜托 我才勉强 移开我的步伐来到佛堂 因为太容易得到 所以就不珍惜 在你我的周遭 不也是有这样的 一些的情形发生过吗 所以佛陀不轻易 去开口说法 原因就是 刚刚在法华经里面 引用的那段经文 接着我们回头讲 佛陀就安慰这五百位弟子 就告诉他们 他说在相法之中的时候 有一个长者 叫做日月德 日月德生了五百个孩子 那各位请先生会说 怎么可能 那您看看历史上 历史上还有大臣 生了一百多个孩子的呢 那这五百个孩子 都不信佛法 那有一天 这五百个孩子 同时生病了 那个病痛 难以得到治愈 于是这个日月德的 长者就教他五百个孩子 称念佛法生三宝的名字 那这些孩子不信佛法 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父亲 相当尊敬 就在他们念佛号 三宝未必而告命中 还没有念到第三次的时候 就一命呜呼哀哉了 可是因为临终前 他们是殖民念佛 纵然三宝没有念完 因为他念佛 所以已称佛故 生四王天 他就得了天福了 那天福是有尽的 所以当他的天福 想尽的时候 他们过去生 不信佛法的邪之鉴 就献钱了 所以想完了就要受嘛 他就堕大地狱 在地狱里面 受刑法的一个逼迫 各位前贤会说 就不信佛 就一定要承受这种苦吗 他是因为你不信佛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 听闻佛法的毅礼的时候 你就会出言去棒法 或者是会给一些邪之鉴 去误导了别人 那这些都是在破坏 别人的法生会命 你当然要承担那个果报 就在他们 身受地狱之苦的时候 毅然之叫乃称佛名 忽然想起过去生 被自己父亲教导 念佛的那么一个尽头 他们立刻就称念佛号 因为念佛 所以地狱的一切的苦行 不能够加在他们的身上 各位前人了解这一点吗 所以有的时候 有一些学到的人 他学到不如礼不如法 但是长期的佛法熏修 他阿赖以里面 有诸多佛的名号 当他堕到了灭僧欲的时候 他要接受刑罚加身 可是长期佛礼的熏修 在他们受苦的时候 他会念阿弥陀佛 那一贯道地子会念济功活佛 那这个佛号一发出来 所有的刑罚就不能夹在他的身上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另外一个法指对质 让你再入轮回 入轮回 喝迷魂汤 有隔音迷 然后出世没多久就死了 再到地狱里面去受苦 所以念佛的威力很大 可是我们活着没有这个习惯 你在身体痛的时候 在遇到危难的时候 就结结巴巴念不出来 不要以为一句佛号 很轻易可以脱口 在我曾经修办到的过程里面 我亲身碰到两个人 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空间里面 念一个阿弥陀佛四个字 他念不出来 然后告诉后学 喉咙被掐住了 这是我实际经验的 那这两个人 他年纪是有落差 他是在不同时间碰到后学 但是有实际的遭遇的 所以从地狱出以后 如是湿气 乃至加设佛出 过去基佛 闻佛名不见佛形 他只能听闻到佛号 永远见不到佛的相貌 不见佛的相貌 是连佛的相他都看不到 画像都看不到 对 以文如是六佛名故 身四种中 那经过了过去六佛的一个学习 他们这一生就降生到释迦族民 释迦族当中 色叶因缘 见佛灰色 过去六佛 只闻佛名不见佛形 现在第七 转到了第七佛 释迦牟尼佛应运了 因为过去生业障所必 所以可以见佛 但是只能见佛的灰色相 还是不能够见到 那个所谓的大光明相 所以佛陀把这个来龙去脉 告诉了这五百个释迦弟子以后 就叫他们称七佛及弥勒的名号 因为弥勒佛是未来贤结第五尊佛 你称他的佛号 那将来弥勒佛他来应运的时候 才可以去蒙他的色寿 而归入到他的门下 所以羽泪忏悔 乃见如来金色相好 成阿罗汉 那这五百个人 透过佛陀的一个开示以后 他们由衷的一个发露忏悔 也就在那一瞬间 就见到了佛陀所放的大光明相 当下成就阿罗汉 各位前前从相法开始 然后一直到什么 所谓的新秀节的过去六佛 他容易吗 不容易 这样基修才有缘见佛文法 对观佛三昧海经里面有一句话 他说观佛像好者 如人直径照自念相 你可以看到 感受到佛的相貌的美好 就很像你拿一个镜子 看你自己的像一样 你的心有多干净 你的像就多美好 你见得外在的一切就有多好 外面的像是印在自己的心 自己的心不干净 镜子有污垢 他怎么能够印出相的美好 所以若身够恶不善心者 见佛纯黑犹如探人 所以你见不到佛像的一个庄严 然后不理解佛法的一个奥妙 一个听经文法的好处 其实他都是我们累世的业障 所以再一次提醒各位清闲 求道是开始 他不是结束 他是开启了你这一生修行的路 奠定未来生菩提道的良好的一个基础 而你学到一定不离开听经文法 然后知行何而为一 就是把道理跟实际的生活 能够结合在一起 把它落实出来 这两者你缺其一 其实都不能够窥知佛法的一个意图 被如是众生各个意见差别不同 由自业故观佛设身优劣如是 所以见佛生的不同 其实是众生的业障不同 由自业故 佛没有偏颇 所以恶圣人等 生文圣的见佛就是老比丘相 他是世线出家相 圆绝见佛就是辟知佛相 但是如果站在就近圆满的 无与涅槃的果地而言 老比丘相 辟知佛相 虽都是出世相 还未必是乐相 虽然未必是乐相 但已经截然不同于 凡夫所见的 那个苦报相 他不同的 这是透过比较之后 而有的差别 但是不论是千百亿化身 或者是圆满报身 都是源自于清净法身 随缘所起的妙用 体没有差别 用就没有差别 对父次 初发意菩萨本所见者 以身性真如法固 少分而见 这是谈三贤位的人 为什么有一些人 可以见圆满报身 本来是为了 使登地菩萨 才实现的一个法相 那三贤位为何可见 他是因为 初发意就是 出驻菩萨的最基本的一个位阶的人 三贤位的人 他深深了解 万法为心所见 为心所现 他不同于凡夫 还有顿根的阿罗汉 认为心外有法 这是智慧的一个通达 然后他是生性 他又不同于地上菩萨 是亲身所正 灭一分无名 长一分智慧 所以他所见的 只能是少分而见 被知笔色相 庄严等事 无来无去 离于分歧 圆满报身 是依于真如而有 体片一切处 用即片一切处 体无生灭 用也没有生灭 这个叫做无来无去 体是清净无染 所以用也离开差别对待 所以唯一心线不离真如 一切用都是由真如所起的用 所以然此菩萨 由自分别 以为入法身为故 但是这些智慧比较高的 三贤位的修行者 他生性万法为心线 然而实际的公恨不到 还有一个分别项 所以没有震入到登地 他所见的就是有限的 所以若得尽心 所见为妙 其用转胜 乃至菩萨地境 见之就近 这是谈地上菩萨所见的圆满报身的 无量相 无量好 无量庄严 尽心是谈出地位的一个名字 一个修为 登地以后开始清正真如 灭一分无明 掌一分智慧 那个自信本来具足的 不思议的妙用 就随着无明的一个灭除越来越强 然后渐渐去圆满 到金刚后心无明或尽 金刚后心就是等觉菩萨 陪定灭无明的一个名称 到最后的时候 他分三个位节 初中后 最后把维系的一品身相 无明也扫掉了 使得就近 所以这个圆满报身 他不是为佛视线 他是为三贤位 还有地上菩萨实现的 被若离夜市 则无见相 因为这些三贤位 乃至于登地菩萨 我们在解三系六出有提到 至相相续相 是什么 是二出地到七地破 现相就是在八地破 九地破什么 破见分 破了见分以后 还有一品身相无明 这些都破掉了 各位前贤 扫尘除够带尽了 他就无相可见了 所以无有彼此色相 迭相见顾 他哪来有那么多的一个差别 不同的相貌可见 除见分没有能见之心 除相分没有所见之所 这净都没有 所以始觉 照本觉 到究竟圆满的那一刻 离开了三系相 离开了第七世的阮屋 转平等 这个就是转第七世为平等性质 转阿赖耶事为大元净之之后 然后再看真如之内 一腾不染 无相可见 所以法身没有对待 佛与佛之间也没有分别之见 都没有 所以所有事的一切相的差别 总归一句话 是为了度化众生 随顺众生 而有的一个大用 被问曰 若诸法身 离于色相者 云和能现色相 于是有人问 这个报身 硬化身 是有色相的 法身既然无相 又怎么能够 献出 有相的报身 还有千百亿的硬化身 其实这个就答案 我们现在都很简单理解 心像一面镜子 镜子没有像 可是他不妨碍外面的东西过来硬像 也就是他可以随缘去显用 就很像我们常讲虚空 天地之间称为虚空 虚空无相 但是一切动质 非浅 有情无情 皆可安住于内的 那有情无情 凡所有相 皆是希望他有生灭 但是 生灭在不断的巡回 虚空是不动的 所以就答约 即此法身是色体固 能现于色 他说圆满报身 清静 这个千百亿化身 他们所依据的是清静法身 换句话说 清静法身是真如离体 硬化身是什么 是所谓的 真如离体 随缘起的用 那圆满报身的相的美好 或者是硬化身的相的千差万别 那个就是法身的一个相 体相用不离 所以自然能够随缘现一切相 所以所谓从本以来色心不二 色从心起 色即是心 用从体起 用即是体 他不离体 我们在读经的前面也有研读到 泼于水 泼就很像各种不同的色相 千百亿化身 或者是圆满报身 它可以平静的细纹 也可以是滔天的巨浪 这些泼浪不同 但是本质没有离开水 当风平浪静 没有无平 无明风吹动的时候 泼在哪里 他水泼不新 所以水雨泼无二 以雨用无二的 我们因为被无明给障碍 我们有仁我别 我们有法我执 所以才会执着 一切相都在外境 诸不知所有相 都是由这一颗心所起 万法为心线 为事变 所以以色性极致固 色性极致 就是色就是爆身硬化身 它其实就是你清净法身的一个用 所以性极致固 这个致就是本觉法身 也就是清净法身 它强调的是般若德 所以色体无形 那法身没有形象 那用一体 所以纵然线圆满爆身 还有千百亿的硬化身 但是一体而言 体无形 用就无形 它不住 它不分别 这是不断的在重复前面所讲的 体用是一不是二 所以你置性及色固 说明法身 骗一切处 法身既然是硬化身 爆身的体 那爆身硬化身出现的时候 就是法身所起的全体大用 那爆身硬化身 骗一切处的时候 用骗一切处 体就骗一切处 用不离体 体在用中 那这些经文 各位浅显 子去思维 我们在读六组谈经的时候 反反复复 也在提这些 所以不要读一部经 就把那部经放下 在开启新的经卷的时候 要常常会回过去思维 这就是加强我们的一个印象 方便我们去融会贯通 这些不同的经典当中 所阐述的唯一的一个真理 所以所限之色 无有分歧 法身没有差别 身不争 反不减 所以所限的一切像 也没有差别 随心能视 十方世界 无量菩萨 无量报身 无量庄严 各个差别 皆无分歧 而不相别 随众身心 应所知量啊 《人言经》里面讲的就是这一句话 众身所见的像不同 是因为众身的心 有清静或者染污的一个不同 所以佛陀随众身心 显不同的一个像 虽然像在众身看起来有所不同 但是用是从体而起 体没有差别 用就不落分别对待 所以此非心事分别能知 以真如自在用故 《人言经》讲啊 一切即一 一切是万法 一就是那一颗心啊 一即一切 然后都是真如的一个自在用 所以只要见性以后 可以圆容无碍 这是法身以上的菩萨 他已经称性起修 所以有一个清正的境界 他可以如此的 所谓的挥洽自如 可是地前菩萨三贤味的 没有这个能耐 那你我 连初驻都不是各位前贤 当然对于佛陀所说的 这些不思议的境界 我们没有清正 但是我们深信 佛是如意者 实意者 不妄于者 我们深信 然后慢慢去研究 慢慢去思维 依正见起正思维 带动我们的正命 正义 他也就可以透过这样子 知与行的合而为一 我们渐渐的也有那么一天 可以达到真如自在用 真如自在用 就是孔夫子 其实从心所欲 而不预计的 那么一个解脱境界 对法生跟报生的一个差别 后学根据今天第二堂课 大部分在谈千百亿化生 跟圆满报生 那么把他们之间所谈的内容 做了一个总结 让各位前贤 将来在收集资料的时候 不要太辛苦 谈报生 有色生可见 法生不能说 他是有色或者是无色 原因刚刚讲过了 一切用不离体 用一定有像 有像就可见 所以《金刚经》才讲 如来说诸相具足 即非具足 是您诸相具足 所有如实不空的 无量像好 无量庄严 自信本质具足 虽然具足 但是不注一切像 离分别对待 这才是真正的诸相具足 而理念清静 第二个 报生会随着修行人 证悟的位阶不同 他所见的报生的像的美好 就有不同 但是不论是相貌呈现如何 清静法生的离体 是从来没有任何的一个更动 它没有他别 第三个 报生的净土 他有三圣 也有天人 天人间杂起间 但是法生的一个净土 长极光净土 只有佛能知道 我们不是有讲仕途吗 那仕途里面 长极光净土的境界 为佛能知 因为那是清正的 诸佛如来 常住长极光净土 随众生所需 视线不同的 其他的依报事件 来方便接引 无量的众生 接着下一段经文 又开启了另外一个 经文的内容 那我们时间也到了 下一堂课 再跟各位前线 接续研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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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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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